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子给他留下两间瓦房 破破烂烂 墙上漏风 顶上漏雨 眼看到了成家的年纪 由于家里拿不出之前的聘礼 自然也就默认登门给他说亲 不过话又说回来 唐帮才年纪轻轻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生活上的大小事 全只他一个人 早出晚归 勤勤恳恳 街坊邻居看在眼里 林县有一户姓柳的店户 家里算不上很有钱 但想必一般的老百姓 算是很不错的啦 柳家没儿子 只生有一个女儿 爱如掌上明珠 也正是因此 闺女从小就野 整天东奔西袍 跟个小伙子差不多 到了柳家闺女十七岁这年 柳店户满处找人提亲 希望能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 早早把女儿的亲事定下来 可是近处的媒婆们都知道 他家闺女名声不幸 所以同样默认上门说和 以至于到了二十岁 还没嫁出去 这天早上吃过饭 唐母出来溜弯 跟一帮老太太聊家常 无意间听说了柳家的事 唐母安安心里记下了 晚上回来跟儿子商议 儿子唐邦才忙完农货回来 老娘就把婚事提了出来 唐邦才有点不耐烦地说 您说的柳家我知道 林县店户家闺女 对对对 就是他家 还是拉倒吧 咱家啥条件 怎能高攀得起 我听说他家闺女也是二十来岁 至今没人上门提亲 说是名声不大好 娘啊 既然你也知道她名声不好 为何要我娶她 咱家这情况 能让你娶妻生子 为咱唐家延续香火就是好的 没上门可挑拣 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我听您的 转天过来 唐母把娘家亲戚喊来 前前后后折磨一说 让这个亲戚前去柳家提亲 还别说 亲戚真卖力气 坏的不说 专挑好话讲 还真就把这门亲事给说下来了 其实人家柳店户也很明事理 知道唐家没钱没事 所以既不要一丝一毫的彩礼 也不要唐家出前半多隆重的婚礼 简短结说 中间的环节能减则减 算是把结婚的日子给定了下来 女方很阔绰 给唐家置办了不少东西 嫁妆也多 就怕自家闺女在唐家受苦 婚礼热不热闹 咱也甭说 不过倒是有件事很奇怪 邻里街坊都知道 她们柳家的闺女性子也 指定过不了苦日子 甚至有些人眼红 憋着看她家热闹 但万万没想到 小两口结婚以后 柳氏竟能足不出户 恪守复道 安生照顾婆婆的起居 日子一天天过 眨眼就是一个多月 这天晚上忙完 唐帮才回到家喊话 我回来了 说这话 转身就往厨房去了 看了看锅灶 莫留下一口热饭菜 于是问媳妇 我这忙的一天 你咋莫给我留一口吃的呀 媳妇呢 坐在屋里炕上发屌 也没跟她搭茶 唐帮才也好奇 回屋一看 感觉不大对劲 又问了一句 这是怎么了 家里出上门事了吗 媳妇柳氏叹了口气 说道 要不咱还是搬出去住吧 好端端的嘛 干嘛要搬出去呢 话音刚落 老娘进来了 开口便说 我也觉得你们搬出去挺合适 毕竟你俩刚结婚不久 需要自己的私密空间 我也能理解 你们俩闹矛盾了吗 老娘又说 莫上门矛盾 趁着我这腿脚还利索 也不需要你们照顾 你们自己生活 也不见得是坏事 唐帮才是个踏实的孩子不假 然而踏实之鱼 还有点死心眼 只当是婆媳有矛盾 也不深究 况且老娘眼下不过四十岁 分就分开吧 柳氏娘家给的嫁妆多 拿出几辆碎银租房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到了第二天 唐帮才上街去问了一圈 还真有一间合适的房子对外出租 这家原来是个姓张的光棍 张家弟兄俩分家后一人一套房 老大前两年死了 这间房子就一直空着莫人住 弟弟觉得浪费 所以租给了他小两口 搬是搬出来了 不过也还都在一个胡同里 住的不远 平时照顾老娘也方便 就这样又过了小半年 一天晚上两口子聊天 媳妇说 我看你每天外出工作太累 也没失磨前途 要不咱做点小买卖吧 咱哪有钱做买卖 你就说想不想吧 你要是想 赶明儿我挥一趟娘家 跟我爹借点钱 资助你开店 可我也不会做买卖啊 谁生下来就是生意精 你给人打杂 夏天种地 不也是一点点学会的吗 咱卖什么去 先别管卖什么 借了钱回来 你再慢慢琢磨 那行吧 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 柳氏一大早就回了娘家 把两口子的想法等他爹一说 店户心里是乐开了话 男男道 好事好事 女婿这是开窍了 说吧 需要多少钱 您借我们十两银子 我俩先从小座起 不得不说 留店护士真够慷慨 二话没说 给闺女拿了二十两银子 从这天起 也不出去干活了 就在自家门前不远处的大街上 摆了个小摊 卖点杂货 唐邦财呢 不是很精明 也不会察言观色 只是能算的轻账 所以 买卖做的是平平无奇 但是和农户想必 还是抢出去不少 有那么一天 留店护家的一个亲戚要办喜事 家里需要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为了他家生意 专门来选了很多物件 让唐邦才赶紧给人送家去 唐邦才很高兴 跟媳妇简单叮嘱了几句 慌慌张张送货去了 赶等他回到家 发现自家大门紧闭 心说 眼看天度快黑了 媳妇这是上哪儿去了 约某过了一个多时辰 柳氏灰溜溜回来了 唐邦才问他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这某晚才回来 我上附近的青岩寺烧香去了 哦 跟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今天不是给你家亲戚送货去了吗 他们家又订了不少东西 让我后天再去送一趟 那应该能赚不少钱吧 是啊 对了 昨天晚上我听见几只耗子叫 你到时候回来买点耗子药 好好好 转眼两天过去 唐邦才把所需用品准备好 调着担子走了 他可不知道 自个而前脚走 媳妇而后脚也跟着出门而去 不用说 一准是笨青岩寺烧香去了 唐邦才给人送东西的地方 说是隔壁县城 实际上离的比较远 况且 古时候的老百姓通行全靠两条腿 因此 他只有一大早起来出去 日落之前才能回来 而且 途中不能有任何事情耽搁 然而 事情真的就很巧 敢等他送了货 往回走的时候 天空中下起 熙熙丽丽小雨 唐邦才不得已 只能暂且在临陷避雨 也就是他避雨的过程中 想起来一件事 前两天媳妇跟他说 家里闹耗子 让他买点耗子药 瘦有电离的不远 往前走一个 胡同就到 唐邦才网上揪了揪衣服 捂着脑袋冒着鱼 拎着扁担一气而冲了过去 眼看到兽药店门口了 不料里面走出了一位带头巾的打伞人 俩人躲避不及 撞在了一块儿 虽说是个小插曲 但是对后来的故事推进 有着很大作用 咱们继续往下看 唐邦才从兽药店出来 抬头看了看天 嘟囔道 这会儿雨小了点 我若现在不走 恐怕天黑之前到不了家 所以 唐邦才是冒着雨 一路跑回了家 等他到了家门口 天也黑了 雨也停了 自家大门紧闭 唐邦才起初没多想 但是 当他伸手推门后 发现了不对劲 这门虽然是从里面插上的 可稍一用力就能推开 门涮压根儿没放岩石 唐邦才每天到家有一习惯 先进厨房看看有没有吃的 所以 进的门来 也没说话 转身要去厨房 就这个节骨眼的功夫 耳听了一堂 有人说话道 你怎么来的这么晚 紧跟着 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 我有事耽搁了 你就不怕撞见我家那死鬼 不会的 你不是说他送货去了吗 今天降雨 他一准撂在路上了 唐邦才就算是在老是 听到这种话 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心里压不住的火器 站起身来大骂道 好你个无道的妇人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说着 一脚踹在门上 大门可以推开 是因为太慌张 没把门栓落到位 那门可失惯的很紧 唐邦才一脚上去 愣是没把门登开 反倒自己摔了一个跟头 这下火器更旺了 抄起扁担 抄着窗户一通倒过 纸壶的窗户哪儿惊得起 三两下打得稀烂 等他进到屋去 人早就顺着后窗户逃走了 唐邦才气得直跺脚 指着媳妇而怒骂 亏我待你那魔毫 你怎能做出这等丑事 柳氏毫无悔改之意 反驳道 我原本水性 难道你现在才知 唐邦才伸手要去打他 不料竟发现他背后藏着一只鞋子 于是将其推倒在地 一把夺过鞋子查看 左看右看 这鞋子有点特殊 后脚跟处写着一个海字 在对比地上和墙上的脚印 确定此鞋便是那贼人所留 唐邦才一手提鞋 一手揪住柳氏质问 这是谁的鞋 事已知词 柳氏哪里肯说 唐邦才恶狠狠地给了他两个耳光 怒道 等我找到此人 定要送你们去见官 说吧 夺门而去 前面说过 唐邦才并非聪明之人 否则不止于此 怎奈事发突然 心里这一关又过不去 失落落尽 不知该如何是好 从家出来 溜溜达达来到街角的酒馆处 叫了半斤酒闷喝 唐邦才不是喝酒的材料 按他的酒量来说 最多二两 所以这半斤酒下肚 早已醉得不省人事了 从酒馆出来 跌跌撞撞回了老房子 也没敲门 就趴在门口睡了一宿 次日天明 唐邦才的老娘起来开门 发现她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浑身的酒气 老太太心疼儿子 把儿子扶到屋里 又是擦又是洗 一直到中午 唐邦才醒了 娘啊 儿这日子末法过呀 说完哇哇大哭 我的儿有什么难过之处 你跟娘说说 你昨天出去送货 没想到 唐邦才也默瞒着 把此间发生的所有事 一五一十的跟老娘说了一遍 老太太听完 先是欲言又止 后是眉毛紧锁 好半天功夫 却从嘴里蹦出来几个字 这就是命啊 娘俩正说话间 门外传了一阵喊叫声 唐邦才在不在家 来者不善 正是衙门里的差人 我在家 不知差也有何事 来来来 给他挂上 别别别 鸡尾也 我这儿有些碎银子 你们拿去喝茶 还算你懂规矩 这枷锁就不给你带了 但是咱县老爷有令 带你上堂问话 烦请唐小哥跟我们去一趟 知道是什么事吗 这个真不知道 我们只管哪人 门里门外的规矩 唐邦才还是知道的 到了大唐之上 县老爷问话 那是另一番说辞 眼前花点小钱 不识自己受罪 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 规矩 简而言之 唐邦才被带到了迎口县的县衙 唐上坐着无县令 左右牙翼 威风凛凛 唐邦才何曾见过这等阵仗 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 县令县他这般懦弱 便问道 唐下所跪之人 姓甚名水 快快将来 小人 小人名叫唐邦才 好你个狂妄的杀人犯 为何要杀害你妻 快快说来 啥 老父母这话从何说起 我看你不死大奸大恶之人 还是老实交代了吧 免受皮肉之苦 小人冤枉了 我七柳氏陷在家中 莫不是老父母弄错了 混账 老爷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来呀 把尸体抬上来 不一会儿下面抬上来一句死尸 唐邦才颤颤巍巍进前 掀开一看 顿尸下的手足无措 呕吐不止 无限令又问 如何 可是你妻子柳氏吗 哎呀 是谁害死了我的气 你休要在这里惺惺作态 今早有人发现 你七尸体在城外荒郊 分明是你下毒害死了他 然后连夜抛尸野外 企图蒙骗世人 这话从何说起 今有邻居指正 你夫妻二人 昨夜正有时左右 争吵激烈 之后便没了动静 现在的人命案 云已脱不开干系 冤枉啊 昨夜我回到家中 发现妻子柳氏丑事 吵闹一番后便离开了家 韦石不曾杀人 可有证人 离家后 在转角酒馆喝酒 酒馆老板未证 酒馆老板何在 功夫不大啊 唐下上来一位五十来岁的小老汉 正是酒馆老板 县令问道 你是酒馆老板 正是小的 这唐邦才昨夜 是否到你馆内喝酒 却有此事 饮酒到几时 约有十三克 为何记得如此清楚 因昨天下雨 店里没试莫客人 他喝完酒 我们也就关门了 所以记得清楚 县令哈哈笑道 如此说来 有识之后 唐邦才转回家中 下毒害死了妻子 在僵尸提转以后逃走 想来个瞒天过海 唐邦才大呼道 小的冤枉 老父母明察呀 还敢狡辩 售药店老板何在 售药店老板缓缓上来 跪倒在地 县令问售药店老板 你可认得唐下犯人 认得 他昨天在我店里 买了五包耗子药 若是毒鼠所用 言罢 差人上前搜身 果然搜出来五包药块 唐邦才惊愕不已 不知如何作答 县令轻笑一声 说道 先前五座雁德 你七口角残留之物 正是鼠药 如今你还有何话说 唐邦才大喊冤枉 丝毫没有作用 只能认凭县令断案 暂且下在狱中 听候上级批判 却说 道光年间曾出过一个 很有名气的榜眼 此人名叫朱国印 别看其年仅三十 却能胜任暗查十一支 当时唐邦才的文书上成之后 就是落在了这位朱大人手中 朱国印看着卷宗 总觉得疑点太多 于是决定亲自前往银口县办案 卷宗从银口县去到京城 再等朱大人返回银口县 实际上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唐邦才坐监的这段时间 老娘是跑前跑后 能花的钱都花光了 只为儿子在牢里少受点罪 反观柳店胡家 没有一点异想 就好像没发生过人命案似的 而这一现象 也被朱大人看在了眼里 心中免不了起义 洗过了封尘 四日朱大人做唐问案 先前涉案的所有人员 无一例外 统统跪倒在唐下后住 朱国印让唐下人 逐一介绍完后 率先发问无限令 此前对柳氏的尸检结果可在 尚在燕得柳氏乃中毒而亡 受有店掌柜卖给唐帮才也是实情 血为实情 从他身上搜出来鸡包 五包 鼠药何状 快状 为何是快状 当日下雨 淋湿了 即如此 那就说明唐帮才身上的鼠药并未减少 真凶也就未必是他 大人高见 下官如毛色顿开 波云见日 我再问你 柳氏死状如何 蹊跷流血 双目外骨 口内及嘴唇 留有鼠药碎末 若真是中毒而亡 有可能蹊跷流血 但不该双目外骨 想来其中必有猫腻 朱大人沉吟片刻后 发问唐帮才 犯者唐帮才 公辞上所述 你是撞破了妻子柳氏的奸情 故而引发的争吵 可属实 属实 既然撞破 可曾看见尖夫面目 不曾看见 但那人逃走施衣下一只鞋子 上面有一海字 鞋在何处 快快拿来 一旁的县令如坐针毡 是以差人将证物寻来 并尝给朱大人查看 朱大人仔细看后 又问唐帮才 你妻生前是否有异常表现 他平时安分守己 除了在家 便是到青岩寺上乡 这就对了 众人疑惑不解之时 朱大人大手一挥 宣布退堂 以免令人打探柳氏生前之事 以免带清随奔赴青岩寺而去 唐帮才暂留监牢 余众各自回家听候传唤 到了青岩寺 小和尚把人带到客房招待 朱大人也莫挑名来游 只说是游历到此 上青岩寺来烧烧香 老方丈一视同仁 隐重人在四前寺后挨着转 一直转到后山顶上的明中亭 这才停住了脚步 这个青岩寺的规模算小 寺内僧人 足有四五十人 乃是四里八乡有名的古沙 整个青岩寺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 前部分是庙宇 后部分是禅房 从禅房旁边出去 能直通后山顶 后山顶上有一处高台 台中尖挂着一口大钟 朱大人看着这口钟 总觉得有些奇特 却又说不出来 虽问老方丈 我虽读万卷书 却不知这佛家经义 敢问方丈 这口钟为何挂得这么低 口下又为何澄清邪状 施主有所不知 此中因其悬挂位置较高 故而如此设计 愿闻奇想 明钟者沾于外 钟鸣之声如流水 言下而出 山下听得洪亮 若钟挂太高 台下平整 则声音外反 比定阵的明钟者 头仗耳聋 蹊跷流血也非不可 朱大人顿悟 心说想必此 按与这口大钟有关 幸得老和尚一语点破 为了趁势解开谜团 朱大人追问道 不知贵宝沙有多少修行者 加上行脚的足有五十余人 皆是您的徒弟吗 非也 我师兄弟有三人 物字是徒弟 儒字是徒孙 我先前听闻过一个修行的师父 好像叫什么海 可有此人 想必施主要找的是儒海吧 请随我来 儒海和尚也不知什么事 跟着老方丈再次来到客房 当他踏进客房的一刹那 看着眼前的几位 心里顿感大事不妙 扭头便要逃跑 那朱大人带来的清髓 个个伸手了的 怎容你在眼皮底下逃走 三下五出二 把儒海暗倒在地 掏出鞋子一事 正好合适 问道 你这六根不敬的小和尚 也不怕辱了佛堂 儒海反驳道 我从未在佛祖面前犯戒 如今落在你们手中 任凭杀戮 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是真是假 众人一目了然 老方丈摇了摇头 空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一行人压戒如海回到衙门 也没对他动醒 也没问他一句话 直塞大牢后审 一直等到第三天 朱大人才吩咐差异门开堂审案 在这三天内 朱大人也默闲着 而是待人找到了柳店户 表明要开棺验尸后 再次对柳氏的尸体做了一番检验 柳店户自知开棺不妥 只因心里有愧 也不敢多加阻拦 然而朱大人的这一举措 目的就在于印证中毒与否 尽管案子过去了好几个月 尽管柳氏的尸体已经腐烂不堪 但是凭借住朱大人办案的经验 以及文献的记载 最终还是揭开了柳氏的真正死因 之前有提到 朱大人派人去打探了柳氏生前的情况 结果发现 事情真的莫那么简单 早在柳氏与唐邦才成婚之前 其实就跟入海和尚认识了 柳氏仰慕其风雅 身陷情爱之中 结果导致柳氏有了身孕 柳店户得知此事后 勒令女儿数次服下堕胎药 导致其无法再生而予予 柳店户自知理亏 处处帮臣与须 这是有原因的 柳氏心里也十分懊悔 尽管跟丈夫过住苦日子 也不厌其烦 但是 事情坏就坏在如海和尚身上 如海和尚得知柳氏嫁人后 心急如焚 为了自己的死心 多番打探 总算找到了唐帮才所住之处 经过几天的蹲守 如海摸清了唐帮才的作息规律 有一天傍晚 如海趁着唐帮才摸回来 悄悄翻进了她家 本来如海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奔着柳氏去的 不料因门路不输 静错了房间 彼时唐帮才母亲尚未入睡 听到有推门的声音 以为是儿媳 待其躺下后 唐母感知不妙 暴跳而起 大叫道 你是谁 如海自知 进错了屋 抓起衣服就逃 而媳妇也被惊醒 出来查看 结果 二人正面相遇 场面好不尴尬 借着月光 唐母一眼就看出来了 心说 这俩人不对劲 可是 在此之前 别人风言风语 口口相喘 唐母是有所耳闻的 故此 柳氏提出 搬离此处居住 表明自己的决心 本已为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怎知那如海河上是个难缠的风流鬼 唐邦才自从做买卖开始 心里只有进货 卖货 算账 久而久之 柳氏开始埋怨他不失去 逐渐思念起了如海 那一日 唐邦才去送货 因下雨的缘故 时间上出了一些差错 不料竟把如海堵在了家中 逼得如何 只能跳窗而逃 以上所述 一部分是经过走访后得知的 一部分则是出自如海和尚之口 在朱大人逼问柳氏死因时 如海依然狡辩道 我承认 却是犯下佛门一戒 但柳氏并非我所杀 朱大人沉着地问 柳氏之死或许与你无干 但嫁祸之罪 你却难逃 欲嫁之罪 满眼悠悠中口 还要狡辩 传授药店老板上唐 授药店老板被传后 一眼就认出了如海 因为当天只有两人买过耗子药 一个是唐邦才 另一个就是包住头的如海 即便如此 如海依旧拒不承认 怎料朱大人恼怒 令左右给他上了司警 打得他屁股开花 汗如雨下 鲜血直流 如海和尚无奈 只好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案发前 唐邦才买属钥匙 确实与一人相撞 只不过因为下注雨 唐邦才捂着脑袋 所以如海病没有将他认出来 而如海之所以买属药 其实是早有预谋 防止东窗事发后 已被布施之虚 那么柳氏到底死因如何? 且往下看 唐邦才跟妻子柳氏大闹一番 摔门离家 柳氏紧随其后 连夜前往青眼寺 要找如海商议应对之策 如海丢了一支血 自知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二人打算私奔逃走 经过一夜的折腾 彼时已是东方于白之计 如海对柳氏说 你先到明中亭 等我收拾一下就来 如海前脚刚走 在柳氏之后 紧跟着上来一小河上来敲钟 他见无处躲藏 便顺着台下缝隙 钻到了大钟底下 可万万没想到 一十八声钟响过后 柳氏惨死其中 等如海折返回来 看着柳氏面目全非的尸首 痛心不已 片刻过后 如海心说 事已至此 尸体绝不能留在这里 如果被人发现 我一定脱不了干系 还是赶紧处理的好 时不宜迟 如海将尸体装入麻袋 扛到山下 气在了荒郊野外 就在如海刚要回寺庙时 下一时摸了摸口袋 猛然想起自己怀里揣着一包耗子药 而且当初柳氏 也跟他提起过毒老鼠一事 当即心生一计 将鼠药倒进了死尸口中 到这里 整桩案子终于得以破解 如海和尚虽然没有直接杀 但其假借柳氏死尸 嫁祸唐邦才一事 足见其心的歹毒 最后判了个斩首之刑 柳店护一家名声彻底臭了 不久后搬离了此地 唐邦才这几个月无端受苦 朱大人看在眼里 念他家破人亡七两 自掏腰包给了十两银子 让他回家好生释放母亲去了 糊涂县令被贬为了白身 武座也免了之 由此可见 做人做事都要有个底线 像唐邦才一样 太过老实也不行 要知道人善被人欺 像柳氏一样 不守父道更不行 自古尖情出人命 不是空穴来风 像如海一样 修行之人不修心 装模作样 怎成正果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斋故事 活人计 这些故事 话说在清代年间 一个穷困书生 名叫好林 因为一个意外 经历了一番奇遇 最终却赔上了性命 见识到了人心的险恶 这个好林 是本地最著名的书生 他的著名 不是因为学识 而是因为穷 他也想改变现状 可是自己又无能 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勉强活着 这一天 他去城里一个同窗家借钱 因为距离遥远 回来的时候 已经半夜了 按说他应该在城里 找个客站住一宿 可是他没借到钱 怎么敢再花钱呢 只能硬着头皮走回来 最近默认走夜路 因为附近的山上不太平 出了一股土匪 专门抢劫路人 好林也怕 不过他身无分文 只要不害他性命 其他的倒也无所谓了 然而 怕什么来什么 好林正走在山路上 突然身后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吆喝声 杂乱无章的跑步声 紧接着就是乒乒乓乓的打斗声音传来 好林自然吓坏了 他没遇上劫道的 竟然遇到了土匪火拼 两伙人相加差不多的有一百人 正在大打出手 好林不敢走路 只能躲在草丛里 手里捡了一块石头放身 心里默默祈祷 希望他能快点打完 不要伤及他这个无辜 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 你要是正常走路 或许没事 你觉得藏得很隐蔽 偏偏就被他们发现了 其中一个土匪想要逃跑 在山上乱撞一气 踩到了好林的脚 好林反应倒是挺快 一旦头拍过去 那人哼都没哼就倒在地上 人是不知了 可后面还有追兵呢 突然看见草丛里攥出一个人来 都吓了一跳 紧接着的想法就是 不能让他活着离开 谁知道他是干嘛的 先抓住再说 这家伙四五个人拿着长矛大刀直奔好林就来了 好林没办法解释 只能跑 这种跑真的是慌不择路 而且是哪不好走去呢 多亏好林从小在这山上跑大的 仗着熟悉这点优势 后面的人还真念不上他 一同乱追乱跑 慌乱的好林可就奔了后山了 后山地势陡峭 得却难行 深沟陡破很多 平时根本没人来 导致植物更加繁茂 一片原始森林的风貌 好林越走心里越慌张 可后面的火把竟然紧追不舍 估计也是叫上劲了 非要看看他是谁 突然好林脚下踩空 整个人向下一坠 好林心说完了 噗的一声 他重重摔到了地上 等他还醒过来 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显然追兵找不到他 早已回去了 而他头脑发昏 浑身酸痛 显见是摔得不轻 这时天上刚有一点点蜀色 他看见身后是一段峭壁 上去是千难万难 只能继续向下走了 可是山的这一头 因为地势陡峭 墨人来过 山下有没有人居住呢 有人还好 墨人可麻烦了 可能就是野兽的聚集地 也说不定 不过无论如何 不能在这儿等着 万一跑出个野兽伤人 实在是危险的很 好林只能忍着疼痛 艰难下山去了 走到天光大亮 好林还是没见到人影 此时的他又累又饿 还好有那山泉可以解渴 他略微歇息一会儿 咬牙继续前进 行了整整一个白天 傍晚时分 地势平缓了不少 又走了挺久 前方恍惚 有人走路的脚步声传来 好林大喜过望 张嘴呼喊起来 不一会儿 一个虚发揭白的老者 出现在面前 很奇怪地看着他 问道 你是喊我吗 你从哪儿来的 好林激动地哭了出来 吸溜着大鼻涕说道 我从山那边来的 走了一天一夜 以为就要死了 老头说 山那边 这山是悬崖峭壁 你怎么下来的 好林说 掉下来的 老人围着好林转了一圈 眼光很惊异 脸上突然展开了笑容 说 真是好运气 走吧 我家就在前方 先回家再说话 好林又拱手又作医 就差跪在地上磕一个头了 他紧紧跟在老头的后面 生怕走散了 又走了挺远 这回有了盘头 好林虽然觉得累 但全身涌起了不少的力气 老头的家就在山脚下 一座茅草房 一共三口人 是老伴和女儿 两个女人见到他带了一个人回来 都很诧异 三人躲在厨房 小声嘀咕了一阵子 好林猜测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回想起来也觉得恍不可视 老太太断来了饭菜 见到好林满面笑容 口中道住歉 说 不知有贵客道 饭菜实在拿不出手 还请见两 好林哪儿能挑剔 嘴上一只道谢 本来他过的是吃了上顿末下顿的日子 有一口热乎的饭菜就是天堂了 当天晚上 好林吃的饱饱的 老太太把他身上的衣服洗了 他又把身子擦洗了一遍 美美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醒来时 老太太已经把早餐预备好了 粥 饼 馒头 小咸菜 花样繁多 简直比早餐铺还要丰盛 好林心里高兴 估计达官显贵的大户人家 早餐也就这样了吧 吃完了饭 老头说 我领你在村里走一走 那当然好了 好林点头答应 二人就出门去了 两个人并肩而行 老头介绍主风土人情 其实跟好林的家里 没什么差别 虽然隔着一座高山两边的人 从不来往 可毕竟直线距离病不远 生活习惯能有多大的差别呢 不过老头很热情 好林便在细听主 在随口问几个不疼不痒的问题 显示自己很有兴趣听也就是了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那就是老头和每一个见面的人 热情的打着招呼 并主动介绍好林 高生说 从山那边来的 对面的人就会很惊奇似的 进而流露出羡慕的表情 好林不知道这是魏石魔 仅仅就因为他是山那边的人 又能代表什么呢 走了一圈 好林知道了老头的目的 他就是在显摆 显摆他的身边有自己 好林哑然失笑 一个穷得快要饿死的书生 有什么好显摆的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 所有人都很羡慕 惊讶 甚至还有嫉妒的 从这一点看 老头的显摆成功了 二人转了一整个上午 回到家里的时候 老太太已经将饭菜做好了 哇 中午的饭菜可比早餐丰盛多了 鸡鸭鱼肉 山珍野味一应俱全 尤其是山珍野味弄了一桌子 老头还在道歉 说 我们乡下地方 没有好吃的 只有不值钱的野味 不要见怪才好啊 好林只当他是客气 心说野味不是更难的吗 山那边很多财主争着抢着 都买不到啊 想是想 他可没多说 只管吃着喝着 就这样 好林在老头家住了下来 中间他提出要走 老头说 要是没什么事情 不如在这住着算了 好林还真不愿意走 在这里一日三餐 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自己什么都不用干 村里风景又好 人们的眼光虽然有点怪异 可态度都很好 喜欢听他讲山那边的事 简直跟走进了桃花园一样 用乐不思数来形容 是一点不过分 这一天 好林在老头的陪同下 在村里转悠 一边看景色 一边闲聊 迎面走过来一个老者 勾楼着腰 拄着一根木头棍子 走路很艰难似的 老头看到他 便施以好林快走 好林没反应过来 竹棍老者说话了 这位先生 是山那头的人士 好林说 对 你有什么事吗 竹棍老者激动的说 咱们是老乡 好林脸上是一副很惊喜的样子 心里却笑着说 这魔镜的老乡还值得一说吗 不过表面上还是很热情的 俩人就这魔聊着 说着过去的人和事 只不过老者讲述的人 有些过于久远了 这魔看来老者差不多的有百来岁了 后来老者说他有一个孙子 腿有点瘸 好林越听 越像是他爹 原来老者是他祖爷爷那辈的人了 老者非常高兴 一把拉住好林说 去爷爷家住去 有自己的家干嘛 要住别人家 好林没反应过来 回头看着这边的老头 他正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 却不敢阻拦 好林说 我去看看就回来 老头这才放心了似的 说快去快回呀 到了祖爷爷家 又是安排了一番好吃好喝 席间 祖爷爷说 那老头心术不正 有一个女儿 他专门让女儿来勾引别人 你见过他没有 好林只见过那女儿几面 不过没有说过话 便摇了摇头 转过天来 好林刚吃完饭 想要出门去转一转 莫等出门 那老头闯进门来拉着 好林就走 口中说道 你跟我走 我家闺女相中了你 赶紧给我回家 爷爷岁数大了 还没反应过来 好林已经被老头拉走了 气得直跺脚 手里的棍子像捣算似的处在地上 光光想 两个人跑回家里 却没有人 老头把好林按在椅子上说了一句 哪都别去 就在这等着我 然后就跑出去了 好林被弄得稀里糊涂的 自己怎么成了香伯伯 大伙争着抢着让 自己去家里做客 到底是喂食魔呢 他悬眉想出来答案 门外进了一个女子 长得非常漂亮 妆容有点妖艳 风情万众的 女子见到好林非常开心 默化找化的聊了起来 世间事就是这魔怪 要是女子主动 尤其是美貌女子 场面就不会尴尬 他俩现在正是如此 不一会儿就热火朝天起来 两人频频发笑 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这是老朋友聊天的 女子这时候提出邀请 想让好林去他的家里坐一坐 好林盛情难去 刚要跟着他走 正在这时 老头回来了 看到这个场面勃然大怒 把女子破口大骂了一通 好林很是尴尬 问老头道 何必生这魔大的气呢 老头气得浑身乱颤 说她是已经出嫁的女儿 我不打死 她都算够意思了 女子突然拉起好林的手就跑 留下老头愣在原地破口大骂 在女子的家里 女子悄悄告诉好林说 千万不要听进村里老头子的话 他们都是撒谎精 嘴里没一句实话 好林惊吓得闭不上嘴 这个村子的里人 为师母感觉怪怪的 她甚至生出一点恐惧感 这些人似乎在酝酿什么事 恐怕会对自己不利 吃过晚饭 虽然女子百般挽留 但好林还是坚持回到老头的家里 毕竟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一些 更有安全感 她晃晃悠悠的想着心事 刚走到老头家院子外头 听见老头说 得想办法将她扣住 不能让她再去别人家里 好林心里咯噔一下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她知道老头口里的她指的一定就是自己 看来这些人是隐藏不下去了 现在绝不能回去了 她转过身来就跑 就这一回身的功夫 好林撞倒了一个人 她下意识伸手去扶 原来是一个女子 好林说 你默示吧 女子拉起她就跑 说 快走 他们来了 果然身后 传来了老头的喊声 好林不敢耽搁 把腿就跑 女子身材矮小 道路很熟 带着好林跑进了山里 七拐八拐 终于甩掉了别人 两人不敢停下 便一直来到一个隐蔽的山洞之内 女子点起了一盏油灯 好林的心中终于安定了下来 那女子一山破烂 面容倒算清秀 她讲述了这个村里的诡异之处 原来这个村里有一个习俗 祭山神 只要祭了山神 就会风调雨顺 只是那祭品必须用活人 每隔十年献祭一次 每次十人 村里就定下了一个规矩 到了献祭的年份 有指定的人家挑选一人来献祭 这个人不一定非是自己家人 外人也行 所以每到献祭之年 村里的十户人家 总会想尽各种办法 去找人来作为祭品 老头家就是今年的献祭之家之一 他无意中遇到了好林 自然非常高兴 这让包括老爷爷 出嫁大女儿在内的其他人家 非常羡慕家嫉妒 所以他们想尽各种办法 想将好林骗过去 希望他能够顶替自家的名额 好林大吃一惊 这世上竟有这魔丧尽天良的事情吗 可是好林说 你是谁呢 女子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说 我是被人贩子卖到这来的 也是要被当作祭品的 刚刚逃出来 可是现在村里看得很紧 根本逃不出去 说着掉下眼泪来 心有余祭似的 好林嘴上劝说了几句 心里很发愁 女子这时抹了一下眼泪 说你在这洞里躲上三天 三天之后就是献祭的月圆之夜 过后咱俩一起跑出去 好林点点头 女子起身要走 好林说你去哪儿 女子回头说你不要出去 等着我 我去探探风声 然后弄点吃的回来 说住冲好林管耳一笑 好林心里一阵温暖 果然 半夜的时候 女子带回了一些吃的 两人吃了一些 好林困一袭来 睡了过去 不知睡了多久 好林张开眼睛 竟然看见她和其他九个人 被捆在木桩子上 周围点着篝火 她有点忙了 努力回忆了一下 她的记忆停留在吃饭时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好林四处望住 篝火外面跪着满地的人 第一排里竟然就有救她的那个女子 此时正在偷眼看她 好林心里一紧 因为她看见女子身旁跪着一个男孩 好像是女子的弟弟 这时 献祭的仪式开始了 那女子面上是难以察觉的喜悦之色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